哈囉,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分享比較特別 是一款最近玩了槍戰類型的DEMO 還不錯 如果沒有魔物獵人崛起要玩的話 我應該也會錄這個坑 因為它的正式版 就跟魔物只差了幾天而已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應該也沒什麼時間玩 就做個DEMO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簡單說這款遊戲 就世界觀來講 我覺得翻譯的名字還不錯 因為我後來有發現到 在PS的遊戲裡面跟官方裡面 都是翻譯成立域遊俠 我覺得這樣翻很怪 比照遊戲的世界跟演變 地獄遊俠真的是超級不適合 而現在都只是DEMO 有一些Lag、破圖、穿圖 我都覺得還蠻正常的 正式版還有的話 才真正是要靠杯 在DEMO帶給你的體感是什麼 玩起來爽不爽 劇情好不好奇 這對一款遊戲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先前戰士 它到底會是什麼樣的遊戲 讓我玩的DEMO 想要推薦大家入坑呢? 首先 先前戰士是由People Can Fight 研發 史克威爾·艾尼克斯發行的 第三人稱刷槍刷寶的遊戲 簡單來講 它就跟全境一樣是 刷槍刷裝的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但我會講這句話 並不代表這跟全境一模一樣 並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全境對我來說 算是蠻大宗的刷寶射擊遊戲 所以我拿來做這個比喻 雖然說它不像全境 但是遊戲差的地方也是蠻多的 一看實況的時候 就蠻多人在抱怨 這遊戲的動畫做得很爛 就是那個劇情在講話的時候做得不好 我就很好奇 用PS5玩到底能博插 結果 是我高估了這款遊戲 一開始進到遊戲裡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畫面都還蠻精細的 走路也蠻順暢的 對話也不會太糟糕 但當你玩差不多10到15分鐘左右 要標記營地 旗子插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不太對勁了 每一陣子就會開始有卡卡的感覺 從60左右開始變成30左右 甚至到更低的狀況 這個狀況我根本是只有發生在 動畫講座的時候會有卡頓的現象 PC我也有發現 蠻多人覺得普通走路也會一對一對的 加上它本身想要呈現的 劇情對話的鏡頭 都是手持的拍攝 為了要增加真實感 能夠讓你覺得好像真正在發生這些事情 這種手法很多電影都有 我自己比較印象的就是 《神鬼認證》這部電影 大多數的鏡頭都是使用了手持去拍攝 那如果它講遊戲的話 那麼戰神 你就會很明顯看得出來 也是用手持的方式呈現 那整體的表現真實感是怎麼樣的 我想大家心裡都有一個底了 當然並不是說同樣的呈現手法 就可以說這款遊戲就是神作 像是先前戰士 因為遊戲的問題 吊針吊得這麼嚴重 再加上手持的拍攝的話 就會讓你產生出暈眩感 因為太晃了 你會感受到不舒服 甚至想要吃暈車藥 這都有可能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吊針的問題 導致跟任何人對話都沒辦法對到嘴 這個問題玩到越後面 那個感覺就是越來越明顯 那其實也沒什麼 代表感比較差了一點 希望戰士版應該是可以改進 可是相較之下 我是覺得這種槍戰射擊遊戲 還是要看到說 他的射擊回饋跟感覺 體感是怎麼樣 這一點我發現蠻多的人 都會跟全境做比較 但我自己是覺得 這種東西就是地點不同 感覺也會不一樣 全境比較偏向我們人真正生活的年代 射擊的回饋 槍支的重量 真正打到人的感覺 有玩過應該都會覺得蠻爽的吧 我自己就是一個全境封鎖的重度玩家 一叫起來就想要打槍 我想玩過全境的人應該都跟我一樣 但仙遣戰士他的戰鬥場地 本來就不一樣 硬是把他們做比較 這對於一款遊戲 我覺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以同樣性質的遊戲來講 我倒是覺得比較像 遺跡來自灰燼 在一年多年前 算是還蠻紅的一款遊戲 最主要我是覺得 仙遣戰士裡面的槍施風格 跟這款也是蠻像的 當時也是一堆人拿全境 跟來自灰燼做比較 可想而知 全境這個IP有多大 但我自己是覺得 以回饋感是來自灰燼比較強一點 仙遣戰士就必須要等到 正式版才說得準了 還有一件事 蠻多人在反應的就是 史克威爾 愛妮克斯發行 會不會很雷 我就問說 蛤?為什麼? 他說因為復仇的聯盟 但是後來聊到後面 那位朋友也沒有回我 所以就不了了之 我自己是覺得 複聯不會到很雷 就打擊感跟一些小季節 沒有做得很好 我是覺得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製作的團隊是不同的 複聯是晶體動力 仙遣戰士就是剛剛講的 people game fry 就不用擔心太多 史克威爾 愛妮克斯只是發行而已 我自己是覺得 《星人戰士》的世界觀跟劇情 個人覺得還不錯 但這兩項就比較偏個人喜好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只不過以沉靜感來說 前面提到的卡頓問題 就讓我沒辦法太有帶路感 但以文本再把它看成靜態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還不錯 劇情的發展會讓你覺得好奇 就代表你喜歡他的劇本 除非最後的是不是爛尾 要不然這個demo的文本 我倒是覺得還可以就是了 當然啦 一款遊戲 單單就是一個文本不錯 不足以呈現說 它是多好的遊戲 況且它還是一個刷裝遊戲 戰鬥方面跟細節 我們一定會講究到 先前戰士 剛剛我們有講到 它是一款射擊遊戲 這時候就不得不講一下 先前介紹公司跟製作廠商洽談的時候 有些公司就會希望製作團隊 做出劍與魔法的遊戲 那這款應該就是槍與魔法的遊戲了吧 但它又是外星風格 所以槍與超能力應該就更貼切了 聽起來有點low 但卻很白話 一聽就知道 有射擊跟超能力的遊戲 因為你的劇情推進到一定進程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四種職業 科技術士、火法師、詐欺師跟破壞者 四種職業可以玩 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 把他們比喻成聖哥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聖哥也有不同的機甲可以使用 大家認為致敬的意味很重 這沒辦法避免 那我自己是覺得 現在玩起來跟聖哥 還是差了很大一節 聖哥的話 他本身在裝備上 就有很多不同的搭配性 可能一套裝備身上有多種屬性 然後你必須要匯集一堆很棒的詞隊 在一個裝備上 聽起來很濃對吧 聖哥就是這樣濃的遊戲 但仙剪戰士不太一樣 以目前來看的話 限制版比較簡單 就是火力、生命、異能 這三種去想就好了 火力越高的話 你的槍支攻擊力就越強 生命的話就不用說 越高這血量就越多 坦度也就越高 異能的話就是提升超能力的傷害 三種應該很好理解才對 那有一些支線任務 你完成之後會給你三選一 槍支火力都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附屬能力會有一些不同 有一些是吸血的 有一些是破甲的 還有一些是暴擊傷害增加 最下面的話就是槍支的主要能力 但從藍裝以上才會給 綠裝的話我現在還沒看到 他給的都不太一樣 看你喜歡哪一種 一些是幫隊友補血的 一些是造成傷害的也都有 看起來濃的成分是有 但不會到太高 因為他最主要還有一個地方要提升 就是等級 等級越高技能就會越來越多 現在是只能升到7等 所以你只會學到4種技能可以更換 後期才會越來越豐富 因為我是覺得後期這個流派 才會漸漸的產生出來 像是科技術士 比較常用到砲塔那些的 就會把他的技能給撐高 職業特質就會走技能 技能也可以說是技能強度 我猜啦 未來正式版應該也會有技能怎麼用 搭配職業怎麼配的攻略出來 這是一定的 當然這遊戲 單人玩跟多人玩就不太一樣了 多人玩的話就比較偏向 這個職業說明的 有坦有遠程那些的 單人畫就比較單調一點 我自己選個法師 槍枝跟裝備好一點的話 往前衝到底也是可以的 當然要裝備好一點才可以這麼做 沒啥裝備的話 要衝到底也是不太可能 而要論戰鬥的話 我發現也蠻多的人在抱怨 有關於場地過小的問題 跟什麼遊戲比真的差太多了 其實仙剣戰士 打久就知道了 這款遊戲就是希望 你可以多多的積極向前衝 殺一隻怪基本上就會回血 而角色的優勢跟本身的能力施法 只要應用得好 狂衝猛放很快就過了 這個爽感才會漸漸的浮現出來 所以場地偏小 眼底過多 問題就是要凸顯出來 這款遊戲的角色特色 還有戰鬥的爽感 所以如果場地太大的話 這個遊戲基本上 就單純只是槍戰遊戲 然後你只會被怪遠遠的射到死 超能力根本就沒什麼太大的用處 這應該可以想像得到吧 除了詐欺者可以直接 瞬移到敵人的後面 再使用一些近戰的招式以外 其他的職業就只能用跑的硬扛過去 所以這樣的場地 我倒是覺得很剛好 一場戰鬥就會特別快 所以在各評比之下 排除掉遊戲裡面會出現的盾點 其他我都覺得還蠻值得一玩的 你不喜歡刷裝遊戲的話 劇情我自己也覺得還不錯看 但還是回歸到最前面 盾點真的沒有的話 才會玩得爽 要不然你只會玩得更惱怒一點 那先前戰士現在的評價 都還蠻兩極化了 一樣是有顏固 或者是你看完影片想要錄坑 或者是覺得它不是好遊戲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聊聊吧 OK 如果你覺得我影片不錯 不想被演算法綁住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把鈴鐺也打開了 這樣子才可以接收第一手的消息 你也可以選擇看一下 我這個偶爾會放個 跟小朋友或是賽博的平台 加入IG 雖然只有假奶奶 但是你可以看看近期的我 過得好不好 最後也不要忘記 我是有開Discord這個原因軟體 裡面主隊聊天打P 一定都是最好的搜尋喔 畫面跟聲音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 還可以看出�電 areas teil單搜尺 我們下部影片見 就會喜歡 我們下部影片見